罐免貨幣 時間關係,我在欣勝院這段站 說到這條線 也講一下這條線 是279X 279X是聯和區去清 是青衣機鐵站的 青衣機鐵站 我想出這條線 中巴迷界 當年都覺得很神奇 明明當年已經有 278X 278X走上水 再下華明,再下荃灣 出這條 279X 大家都覺得很神奇 這樣會做得住嗎 你想想整個全葵 整個全葵一大 都可以像觀塘一樣 可以做到兩條 可以做到兩條漂亮的線 做到兩條線 像觀塘一樣 做到兩條線 真是可以做到 這條線 它的走線 其實就是聯和區 我想聯和區 如果你搭足去青衣 其實你也很辛苦 聯和區 再下華明 最重要就是上水 然後上水 走大浪 其實當年這條走線 其實就是大家很懷疑 大家都很懷疑 大家都會心想 單憑一個青衣 單憑一個青衣 如何養到客人 如何養到客人去上水 誰不知又養得起 真的有不少的人 真的有不少的人 以我所知 有不少的人 是特地搭車搭到青衣 再轉279X 去上水 為何會這樣 為何不搭278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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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問題 我們來分析一下走線的位置 以及背後的原因 先說一下279X 和278X的問題 分別所在是甚麼 278X 走上水 再下粉項圈 對上水的人 就會覺得 嘩 走上水很辛苦 你問的 住在上水的人 一旦下來 要兜華明 就立刻 大家都會撞了一聲 都弱了一聲 我怕我 原來原來 是這麼討厭的 那麽 話說 為何如此討厭呢 就是大家 感受到 70X當年那種走線 真是很討厭 70X當年的走線 如果是出九龍區 我記得是 就像278X走路 走過日子出來,然後再右轉,然後到華明 然後繞回這裏欣盛,即是這個位置 然後再走出來,然後再右轉去碧湖花園 然後到軒城街那邊,真是很誇張 繞過日子出來給你享受 真是很誇張的 可想言之上,即是270A,即是那堆 整堆由上水出的那堆線,每一條線都很流行有這堆引 可想言之下,真是很誇張 所以270A 最初很受歡迎的,真是假的 它最初真的很受歡迎 後來270A 不知無心客,不知發了甚麼神經 不知發了甚麼神經,開到全日之後 其實話說270A 是被搶了客戶 為甚麼呢?因為270A 對於上水的人是很直接的 我想上水的居民有個感覺是覺得 如果路線好像元朗那樣 上水下一個站就已經是元朗 因為上水有一條276系列那些 或者276A系列那些都是我這樣的感覺 下一個站就已經是元朗 立即上公路,對他們來說的吸引力是很大的 所以279X 就很有一班上水的人是故意搭的 就算有一班人是會故意去青衣基鐵站搭車去上水的 即是你可想而知的吸引力是很大的 即是對於上水,即是走三號鋼線走 走三號鋼線走是這麼大的吸引力 即是你可想而知有多誇張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真的很誇張 應該都快有車的了 明天才有空跟你說說這些 嘩,這些真是當年 作為巴迷真是不開心 當年他跟73A 跟73A去到彩原 拖到你屁股都痛 真的 即是你有空 即是一條超級油馬可船 就被你踢鬼了下去環 即是沒有人 真的開玩笑 即是我以前都回答過 我以前小時候都回答過 哇,真的錯到你屁股都痛 即是簡直真的很油可一流 好,那有車了 就預備上車了 即是預備上車 你也不要開玩笑,整個車款很難 人們真的會乘坐 279X 我這裡想想,坐 4 車款現在是粉麗 粉麗的地鐵站,這個位置 你的道理應該是 278X 也不是,這車坐在這裡都會乘坐 31 個人 31 個人,一整三十多個人 這車坐在一整三十多個人 說多一句,這些不是我們做 8 米 很看不到真實數據的位置 我們可能做 8 米 理論上會覺得分靈藍有 278X 應該是不會的 應該是不會的,如果下米蔥或甚麼地區都不會 事實上,不是 279X 很有線純 那些人去青衣,還有那些人是最大的價格 第二個位置是我不喜歡鑽地鐵 青衣,下一個站鑽地鐵,鑽東涌 鑽東涌,鑽地鐵 麗景也很棒 告訴你,整件事有 demand 現在進入家福了 5 年半就來到大客倉 大客倉是什麼呢?就是上水站 上水站就是 279X 前面是 261 也是的 都是它的大客倉 大客倉當然是證明了有龐大的客量 這條線最大的客倉位就是 我現在在整個粉嶺,繞完之後 到41 個客 41 這裡,看看又佔了多少% 整個粉嶺,好像 271X 般都繞得盡 然後再橫走才繞到這裡 然後向西走,然後再繞到這裡 這個理應上,應該是這裡最多客 我不知道這期封關後會不會少了多少 應該一定會少到的 因為有些人少了向北上 但每年客量都應該很可觀 你看到這條線排到誇張度 真是怪人 我看來這裡占了一整批車 這裡已經上了 30 個客 即是一半與一半的客量美麗 一半與一半的客量美麗 雖然上水站已經上了很多客 這輛車就剛好 80 個客 上站也上了 3 至 4 分鐘 真誇張,真的很誇張 一旦踏車,看看多少點去到大嵐隧道 好了,就踏了 18 分鐘 18 分鐘就來到大嵐隧道轉車站了 我看到有相當的人都會下這個站 我想都有一個習慣來的 牽涉到一個習慣就是 這裡轉車到泉灣 這裡的人轉車到泉灣、深水埗 即是有人會這樣踏下去,深水埗法 還有過海,真的有人會這樣踏 而大嵐隧道轉車站 你會看到很多人都會轉請上來的 你會看到這條線真的很有利用的 現在是1900 時間,現在是1900 時間 坐了大概 10 分鐘左右 便來到晴依 6 時便是12 了 你會很明顯看到晴依、清雲園、廣東 和 廣東 兩個站 都下了不少人的 我估計都下了四成的下距 可想而知,這兩大屋苑的人 在青衣人的心目中也頗為印象 下一個站是長安,應該會有一個人 長安這裏又是一個屋苑,又會有一個人 真的不要開玩笑,這裏又有一個人 真是很厲害,剛才說錯了 剛才是青華園 青華園經常把幾個屋苑的名字都撈亂了 這裏也下了一半或以上 所以才知道,只剩下一半可能是鋪鐵 如果下這裏,你居住在這裏是附近的人 如果是早已坐到中站鋪鐵 你可想而知,這車是挺受青衣的人歡迎的 青衣的人是不喜歡的 很明顯是青衣的人是不喜歡的 正確,青衣博去乘碎不方便的 但問題是,如果我乘這輛去北區 這輛當然是方便過你去乘碎的 所以說真的有原因,難道大家有49X 去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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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輛車絕對有這輛成功之處 好,差不多站了,時間到了 我們現在就上巴士早站了 6時13分 其實如果對上水的人 就已經可以上水的人,即是挺快的 如果我對於睡眠的人,即是八、九個字 如果我的目的是去青衣便可以的 這位置對我來說是不錯的 大概就是這樣 差不多了 我都要準備下車了 這輛車絕對我來說 到底我會覺得這輛車是否仍然是先往呢 是的,是先往的 但你說是否首席呢 我心目中仍然是277X 因為277X 給我的感覺就是 你踩份量時,客量的份量和班子上已經好過這麼多條 所以TESPA我覺得277X是首席 其實排第2、第3應該是276的應該都有份的 這條應該是第3、第4的 今天講到這麼多